我們看一下這個,就是到底Google帳號的話它的空間多大 一般來講的話,如果你的一般的Google的信箱 包括它所有服務,總共是多大?15G 包含了我們講的信箱、雲端硬碟還有相簿 事實上它其他的也是,就是反正整合在一起全部15G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的,當然你可以申請第二個、第三個 然後怎麼樣?就是把空間分享出來,跟第一個帳號在做串連 就是Google允許的所謂的官方的方式增加空間 那第二種方式當然你可以選擇付費,對不對?付費方式也是可以 那原則上不算太貴啦,像我是增加100G的空間 一個月大概是66塊,換成台幣大概66塊,所以還算OK 那如果您的單位那邊可能已經是學校的單位的話 現在它只要是學校網域的話,就是這樣 這樣很過分嘛,無限啦 所以你要用的話應該就是 使用上就像我就比較大膽的用 像我的上課的資料啦,錄影的影片啦 我就不客氣,我就放上去啊 所以我在這邊,另外這邊的話您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邊 你看我這邊可以已經用了193而已嘛 如果你是一般的,當然它會告訴你剩多少 現在沒有,它是跟你講,你用多少而已 就是差在這樣子,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,大家要知道的空間的一個大小的問題